这是一块便携屏 品牌是爱卓帕 尺寸是15.6英寸 京东方IPS屏 刷新率是144的 分辨率是1080P 他们家有很多产品 有4K的 也有不带高刷的 还有其他尺寸的 定位不同 价格不同 我用的这款定位是游戏电竞 用了一段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感受 先说一下我是怎么用的 首先它是一块屏幕 而且还有立体声喇叭 声音音量还挺大 其实我们玩游戏最重要的就是有声音了 否则游戏性会大打折扣 平时我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玩 还能带出去玩 可以插着电源玩 也可以用充电宝供电玩 我感觉这种便携屏和Switch是绝配 可以自己一个人玩 也可以双打 还能喝加欢 怎么玩都比Switch自带的那块屏幕舒服 主要是尺寸大很多 其实它也可以接PS5 虽然我有两个4K显示器 但是都是60赫兹的 虽然这个便携屏它只有1080P的分辨率 但是它是144 我在用PS5玩水平召唤19的时候 像这种吃刷新率的游戏 效果还是比60赫兹要好很多的 另外我也可以把它接到我的台式机上 一台主机带三块屏幕 用这块144的便携屏玩英雄联盟 虽然是1080P的144 但是比4K的60玩的时候要稳很多 另外它还可以接Xbox 像这种便携屏和小巧的XSS也是很般配的 最近这段时间 我用这块便携屏使用最多的场景 那就是用来扩展我的MacBook Air笔记本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段时间我和我老婆都居家办公 于是我就把我的桌面两个4K显示器的那台电脑 让给了我老婆用了 我自己用MacBook Air外接这块15.6的便携屏 转移到了饭桌上 没想到这种组合竟然让我开辟出了一个新用途 像这种便携屏可以作为笔记本电脑的扩展屏幕 扩大工作区域 但是我经常用它来刷抖音 在MacBook Air上面可以装一个抖音 另外这个便携屏还可以竖起来 在MacBook的显示设置里面 可以把它旋转90度 这样这块15.6寸的便携屏 就变成了一个大号手机 在这么大屏幕上刷抖音 真是太爽了 太奢侈了 另外我在抖音里面也经常回复消息 如果长时间看手机的话 那个文字比较小 数量比较多不是很方便 但是用这种方式 在15.6英寸的竖屏屏屏幕上 回复短信 看信息 效率还是挺高的 因为一眼可以看很多行 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这么连接的 首先用手机的这个电源 或者它自带的电源 给便携屏供电 然后再用一条双头 Type-C口的线 一头连接MacBook Air 另外一头连接便携屏 这样MacBook Air的视频信号 可以输出到便携屏上 便携屏还可以给MacBook Air充电 一条线解决了两个问题 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用这块便携屏的时候 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我估计有很多同学也是比较关心的 首先第一个 这块屏幕的色彩表现怎么样 当我把这块便携屏接到MacBook Air上的时候 这块屏幕的分辨率 如果再高一些 色彩再好一些 那就更好了 因为我的这块屏 它的定位是竞技游戏 突出的是144刷新率 因为他们家还有一款 是4K分辨率的高端版的 100%RGB的一个版本 它那个规格14寸的版本 和我这个15.6英寸的1080P144的价格 其实是差不多的 定位不同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个1080P的144 第二个问题 15.6英寸的清晰度怎么样 以前有很多15.6英寸的笔记本 它分辨率都是1080P的 有条件可以看看 现在笔记本的分辨率 很多都是高分辨率的 这块15.6英寸的1080P分辨率 给我的感受 如果做文字处理 可以用 但是不是那么的好用 如果你经常做文字处理 对清晰度要求比较高 建议直接上4K分辨率的 但是这块屏幕如果用来打游戏的话 根本看不出来粗糙 而且还很棒 看着很舒服 不管是PS5游戏 还是Switch游戏 还是PC游戏 都是没问题的 好 下一个问题 像这种便携屏会不会吃灰 我感觉对于我来说 这个便携屏算是我的备用方案 因为我已经有两个27寸的4K显示器了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其中一台主显示器 另外一台次显示器使用率大概是60%到80% 那这块便携屏那就作为小三了 使用率相对比较低 只有我用到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用 但如果你只有一个显示器 或者只有一个笔记本电脑 弄个便携屏还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 如果你只有游戏机 没有显示器也没有电视 而且桌子比较小 可以考虑一块便携屏 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一块普通的便携屏也就四五百块钱 下面说说价格 我这块15.6英寸的1080P 144高刷的屏幕 价格不到1000块钱 它在节日促销的时候还会便宜点 各位可以等等元旦春节 他们促销打折的时候再买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一些参考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